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 首先带你来看 台南明年将卖路400年 为了要庆祝航向伟大的台南 观光旅游局和动画公司合作 在安平码头举办one piece海潮庆典 除了有12米高的千阳号路上气球 还有各种海贼团的大型装置 以及主题商品等 欢迎民众前往参观 安平码头出现12米高的千阳号路上气球 象征四处航行的海贼团 也要航向伟大的台南 该大型装置艺术和周边 许多海贼王的主题区 一开幕就吸引许多民众 把握难得的机会来拍照留念 也感受港边风情的洗礼 迎接台南400 观光旅游局特别和东映动画合作 营造各种充满创意的主题装置 相当吸睛 市长黄伟哲和许多明代贵宾 都一起邀请大家走入航海王的世界 这个航海王 就是小朋友大朋友都很喜欢的 很多虽然是一个充气的玩偶 但事实上它非常非常吸睛 而且是我们跟母公司合作 在台湾第一次的展出 也谢谢希望大家能够在假日的时候 这个展期从9月8号到10月20号 总共有40几天的时间 总共52天 欢迎大家一起来 除了户外的大型装置展览 喜爱航海王周边商品的朋友 更是不能错过活动期间 限定的主题商品 不管商品或是美食都有 欢迎将快乐的回忆带回家 我蛮喜欢他们的拼图的部分 就是他拼图有很多种图示 还有就是这个帽子 看起来也蛮可爱的 喜欢航海王的好朋友们可以到现在就来台南 抢购我们台南的限定版的这个商品 这商品全部都是原厂授权的 而且非常的时髦也非常的好看 那喜欢航海王的朋友呢 就可以注意到我们的帽子 我们的玩偶 还有我们各式各样的这个衍生性商品 One Piece海潮庆典的展期 从9月8号到10月29号 邀请全台喜爱海贼民的朋友 把握时间来朝圣 记者顾文集台南报道 再带你来看台北市长蒋万安 和新美市长侯友宜 共同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暖身系列活动 和现场的民众一起体验 田径及射箭两项运动乐趣 教练指导正确射箭姿势 台北市长蒋万安 跟新北市长侯友宜 拉弓描向靶心 准备出箭射击 但被教练制止 只要摆动作就好 双北市长出席2025双北世界壮年运动会 宣传活动记者会 与社军冠军袁淑琪 及资深田径教练潘瑞根互动 鼓励民众报名壮年运动会和世界来场挑战 那我想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 也展现出我们能够举办 世界国际赛事务能力 同时也让台北西北展现出 一加一大于二的同线 这个女正威会长也在 另外这一次世界壮年运动会 我要非常感谢中央体育署的大力支持和协助 让我们在整个筒备过程顺利 这方面我们也要谢谢一起合办的相关县市 包括有宜蘭县 桃园 新竹 新竹 新竹县市 大家一起共同让这一次的二零二五世界壮年运动会 更加盛盛 同时我们这一次的世界壮年运动会 其实在筹办的莫子 一定总提起这个努力 我们说我们扑到的底线 所以在筹办莫子 从申办到合约讨论 相关的会议 决绝会议 甚至后来最后我们签约的旅行 都是在线上出现 而且这一次竞争非常激烈 我们最后在许多竞争的对手 这个共同的竞争之下 就包括法国的巴黎 澳洲的博斯 大家共同争取 我们双朋友老大 脱影子 所以也象征我们 台北 新北过去合作的经验 以及能够举办国际赛事能力 得到肯定能够在这一次 正确到主带去 而2025年后的运动 我们预计会有110个国家 4万人左右的选手 对支援新联会 难道我们双北 以及在其他县市的场馆 一起参与三次 所以不只是能够带动人 整体的空中空气 还带动人 包括周边的观光 交通 永续数位等等的发展 我想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 明年二月开始 就会正式开放报名 我们很希望所有热爱的运动的朋友 都可以来参与这种社会 剩下越来越来越 期待一样的变好 直接不得了 这样是跟不得了 我们最辛苦的伴侣 包括运动 患上学会 以及我们宿舍台会 按照表定 如无无法落实 落实做到的才是最重要的 那每一个环节 希望我们学校的 我们才简直会进行力 而且我们今天 倒退了准备期的期限 就表示说 我们再去进入到 紧楼面的地方 这个重视加一个活动 那这一次期待最主要的 是第一栋桩包的地方 然后直接关闭起来 那最主要的孩子 有一个方式 教育这个方式 大家借过一个有名的运动 的潮流 让两个城市变得好 其实两个城市是有大城市 我们加一代人口 将近两千百万 加一千百万 六百多万 再二百万 那如果再说呢 把银行的话 其实就一样一样 我将进来 这些学伴团队 应该再来的话 就将近千万一人 所以其实带动了 不处就在台湾 也是带动全台湾 所以一起保民精神 也好介绍的 我们所有的 这些运动学者 已经让我们进来 就还一部分一样 所以未来 我们还会搭配很多的 客戴的家庭 让全世界 看到台湾 我会是明年第一个报名的选手 然后我也会积力 将我们2025 参加2025市中运的时候 在我四岁与传奇公主的 地盘 也在台湾 双倍市中运暖身系列活动启动 共有29种运动 104堂训练营课程 免费供民众报名 在2024年2月赛会报名开始前 有更多元的运动体验 那2025市中运 也即将在获免 2025的业佩 在台湾盛大运主席 我想这个在外市 距2017市大运之后 在台湾举办最盛大运 我们刚刚小市长讲的 大概预估会有4万名选手 加上劣组 可能加总起来 可能都将近超过10万的 所以也要办理 35个运动组织 那我想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 你期待 我们这个赛会 能够达到 全民所期待的三种目标 第一个 当然要让世界看见台湾 透过这个赛会 让全球各地 一直到台湾 第二个 我们希望 除了运动竞技之外 我们能够达到 我们的运动观光理由 将台湾的美好 这个人文风景 让这些选手 来到台湾之后 能够享受 我们的美食 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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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美景 第三个 我们这几年来 一直在 我们台湾 除了在定运动提升 让我们的选手 站在国际台上 接着就是要 让我们 国民能够透过运动 达到 运动族族 健康族族的目的 所以 我想 这个赛会 能够达成我们 一起的这个三大目标 今天代表 加入体育署 在这个地方 特别表达 体育署绝对会 尽全力 来协助支援这个赛会 我一直有一个目标 能够让体育跟运动 能够成为国人 生活中 重要的一部分 如果我们的 所有的社会大众的 国人 都关心领域 都亲自 能够投入在运动里面 我想我们的社会 一定最重要 壮年壮年 就是民补及时 完全服务 这一个原因 所以 中国运动会 太难了 距离正式赛会 还有六百多天 赛会明年二月 开放报名 并将在 2025年 五月十七号 到三十号 举行 鼓励民众参加 暖身系列活动 并养成运动习惯 一起为双北市状运 做准备 记者问郡张祈腾 台北报道 有一个好的画面 迎接双十国庆 今年国庆筹备委员会 与中华文化总会 邀请东京农业大学 第二高等学校 催奏乐部 参访台湾 及国庆大会表演 更首度与高雄市政府 攜手合作 10月8号下午 将在高雄港七号码头演出 让民众在高雄可以抢先看 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在国庆跟文总合作 那去年的这个橘色恶魔 这个橘高校来到台湾 受到非常广泛的欢迎 那橘高校的规模是70人 那这个北翠骑士的规模是148人 那同样都是获得日本 吹奏乐相关的这个奖项的 金赏的奖项 所以精彩可期 预计在10月8号的下午 在我们高雄港的七号码头 就是在大港桥 这个附近大家就可以来欣赏 我们跟这个台日双方的高校的 吹奏乐队的交流 为了让翡翠骑士 感受高雄温暖阳光与热情魅力 高雄市政府也将尽地主之宜 安排文化参访 美食饗宴及台日学生交流 让日校师生深入认识高雄 享受高雄在地美食与浓浓人情味 我们希望说大家可以先赌为快 就可以不用到国庆10月10号 到台北才看得到 10月8号就可以先看得到 那我们也准备了很多的 这个在地的这个美食 那也希望说能够借由 这个东京农业大学 第二高等学校的 来的参访彼此 这个我们学生 或者是城市的交流 那见证台日的好交情 陈其迈邀请市民与全国民众 于10月8日到高雄港7号码头 搶先观赏国庆表演团体 翡翠骑士大阵仗 且震撼人心的演出 享受港湾风情及 无与伦比的音乐饗宴 记者的真道高雄报导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游行活动 在基隆市区盛大登场 今年总共有56支 来自各地的队伍 展现海洋活力与热情 也邀请到身杖与弱势团体 共同参与传递城市有爱的精神 首先我又感觉 整个真的是有南洋风 就觉得非常开心 然后就是觉得整个很兴奋 我们今天坐的车子 就是海豚车 就是我们的海豚 是一个有怀孕的海豚 我们坐在那个怀孕的海豚里面 然后它的嘴巴里面 还有一个小海豚 然后这次的就是象征 我们的那个培育 跟生长这样子 就觉得非常有意义这样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大游行 从国门广场正式出发 今年特别邀请许多弱势 与生长的团体一起走出来 感受基隆 这座海洋城市的热情与活力 还有来自学校各社区的团体 以及新住民朋友都共同来参加 沿途观赏的民众 排成长长的人龙 看不到镜头 今天天气很好 然后就蛮开心可以来游戏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所以我觉得有点兴奋 然后觉得很新奇很新鲜 然后你们听说要边走边跳舞 对可能会有点热 但是我们 我会很尽力 有智慧 智诚 一姓一名 还有李东 还有那个孝贤 我们六大社区一起来完成这样子 那我们希望 我们也有那个旌旗舞 我们在前面就是要让全基隆市 然后变成有爱的城市 然后大家都永远的健康快乐 嘉年华会是继基隆中元季以后 基隆再办一个盛会 很感激在理事长的帮忙之下 今年有五十六个团队 二十五个胎位 最好最好的活动 请大家来基隆 我想今年这个老鹰嘉年华 迈入基隆第十三个年头 那我们非常感谢蔡秋林理事长等等 相关的团体 今年有五十六个团体共同来表演 仿佛我们基隆的街头 就是一个嘉年华的现场观光的胜地 那我想我们海洋就是基隆 经济发展的一个机会 我们未来希望 我们的理想是希望 我们未来基隆 可以开发海洋蓝色公路 蓝色经济 由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 所发起的 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活动 已经迈入第十三年 除了展现出 基隆的海洋特色 与活力热情之外 今年携手各工艺 与弱势单位一起来加入 来传递基隆 是个温暖有爱的城市 记者黄正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全台局面最久也不断创新的 台南购物节 9月15号登场 市场魂伟哲首颇 端出了百万名车 iPhone手机等多样好礼 提供给今年 在台南消费满100元以上的民众 来抽奖 台南购物节已经迈入第十三年 今年也是跨越台南400庆典的软身活动 许多商圈代表都出席宣传记者会 包括老牌子和创新的店家 将搭配各种优惠促销一起拼经济 也要让来自全国游客感受台南满满的人情味 会中OA Studio以舞蹈教大家如何参加购物节 如何登录发票创意十足 市长黄伟哲出席 依推荐商圈的特色和伴手礼 邀请大家踊跃来台南消费 就机会抽中百万汽车等大奖 空中有机票 海上有游艇的休闲 这个路上有汽车 所以说都很欢迎 那所以说这部分欢迎大家一起来 台南购物节的品牌已经打响了 所以说从2020年开始 我们的购物节越来越优化 消费金额越来越多 也直接间接带动了许多民众消费的热潮 今年台南购物节较不同的是 过去是单笔消费满额才可以抽奖 不过今年顺应民意 只要累计消费100元就可以参加 而且无论发票或者是收据 小额都有中奖机会 所以我们更期待 今年可以把好的一个经济 再创加基带到每一个最基层的地方 来为我们大台南的民众 然后包含就是说未来来旅游的民众 大家要记得收据发票都要留好 今年台南购物节从9月15号到明年3月10号 规划超过30场的大小系列活动 除了要抽百万汽车 后续也会公布有豪宅要抽奖 希望再创150万以上的参与人数 带动超过200亿的经济效益 记者顾文集台南报导 2023年全国优质东方美人茶评鉴比赛颁奖典礼 在桃园市赠会议厅举行 来自全台各地的茶农共襄盛举 特等奖是由荣潭的青农廖俊荣获得 传承父母的好手艺 并导入智慧农业 让茶叶的品质更好更稳定 2023全国优质东方美人茶评鉴比赛颁奖典礼 在桃园市综合会议厅举办 桃园市长张善正表示 东方美人茶有独特的香气 要种好茶做好茶也非常不容易 他也肯定今年特等奖得主廖俊荣 不仅承袭副植被的好手艺 还导入智慧农业 很高兴可以看到传统产业被传承 还更精进 要能够培育出好的东方美人茶 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那么今年比较特别的是说 我们得到特等赏的 我们左边这位青龙廖俊荣 他是父子相传 其实是有父子党 我们非常高兴看到说 我们的这位廖俊荣青龙 能够承接家里面这个非常悠久的 这个种茶的这些传统 能够得到特等赏 另外呢 他也特别用了智慧农业 用更少的水更少的人工 可以能够收成一样高品质的这个茶叶 所以我们非常高兴说今天 尤其是我们桃园能够在地的茶农 龙潭区的茶农 能够得到我们一年一度这个大奖 廖俊荣是龙潭的青龙 原本做餐饮业 赫兰毅然决然回家接手制茶产业 为了提升茶叶的品质跟产量 这几年投入智慧农业 还成为桃园智慧农耕团的大队长 其实我们在茶园呢 就有设置一个气象站 气象站它其中有土壤的sensor 监控它土壤的干湿度 然后我们在灌溉的部分呢 因为长期桃园市政府 都有给我们在平地茶园 做灌溉的资源跟补助 我们已经导入智慧化 我们在灌溉呢 藉由刚刚我说的土壤sensor 它的土壤干湿度 它介于多少的时候 它可以自动给水自动补水 我们用最节省的成本 然后也让茶叶达到最高的产量 而且这些动作呢 都可以在我们的手机上操作 廖俊荣表示 传统农业是看天看经验种植 智慧农业则是靠数据说话 它结合父亲的经验跟科技 让茶叶产量跟品质有效提升 可以得奖很开心 也让上好名茶的品牌 再一次被打下 传统上呢 比如说我们在干旱的时候呢 以前大概都只能用经验值 就是副植被给我们说 今天茶园的泥土可能比较干了 需要给水 可是我们没有一个数据 那我大概走了三年的智慧茶园 然后我们在后台呢 又累积一些数据 所以我们就用这些数据 加上副植被的经验 然后我们就给茶园适时的给水 这样我们的产量呢 也不会因为泥土太湿过剩 然后泥土太干 而且量会太少 就是感谢父亲就是从我回家到现在 其实我觉得 嗯 副植被他们 在做茶的时候呢 他们可能不会 给予太多的鼓励跟奖赏 那可是他都会教我们 那我们就是努力把它做到最好 然后今天得到这个速容 我相信他应该也很高兴 期待桃园青农制茶技术与成果 能够拓展到全国 继续在唯一桃园报道 世界客家博览会 除了两大主题馆外 也串联了八个桃园的在地赋场馆 带您来一探位在荣潭的 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这一次推出了寻客茶路特展 除了探索茶产业的百年历史外 还可以欣赏到知名影集 《茶经》等美术道具与戏符 学习多元的茶文化 随着巨大的轮盘转动 让参观民众得以了解 台湾24节气中 八大特色茶的指场顺序和步骤 配合世界客家博览会 位在龙坦的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推出了寻客茶路特展 透过分层展览的灯香 带民众认识台湾茶产业的百年历史发展 并借由声音、文学和影像 看见桃珠苗客家庄的制茶故事 还设置了台茶风味图谱给民众查询 其中特展也重点介绍了客庄 独有的东方美人茶 回顾茶业为台湾带来的茶经岁月 我们这一次的寻客茶路呢 它的主轴是以台湾北部的客家茶业 如何透过国际贸易 还有我们内陆的一个传输 然后送到全世界 我们豪竹苗的客家庄 对茶产业是我们非常重要的生产的产业 不仅是让所有的种茶的茶农 它们能够有所收入 更重要的是国家也因此得到很多的外汇 我们希望来到看完我们客家 寻客茶路的展览 对我们客家庄的东方美人茶 有更深的了解 也了解到那个年代 甚至于未来 我们台湾茶产业 都是可以发展的 发展非常的好 另外馆长也介绍可顺有的特展 是当初在开馆时 与知名影集茶经合作所推出 两层龙的空间 展出了剧组当时所使用的美术道具和戏符 还有各个场景的搭建布置 提供粉丝拍照和影影 并介绍了茶经剧本原型 北埔江阿兴的茶艳经商故事 以及设置课语教学互动装置 被大家沉浸在茶经的时代分为中 我们茶经特展呢 我们主要介绍民国35年 开始到民国14年之间 台湾茶产业在北埔所发生的故事 它的背景呢 是以北埔的江阿兴为主宗 那由郭子前所主演的茶经 那我们在整个茶经特展里面 有很多是属于我们电视剧里面的各种道具跟布景 那是一个非常好拍好看 而且呢非常具有茶叶知识的一个场景 这边还有个多媒体语音专区 那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影片 跟着学剧情中的主角呢 来学客家话 2022年底才开幕的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位在桃源与新竹交界 本身建筑设计涵盖的茶园 其中观传建筑的茶廊还设有六国茶室 请来专业茶师 让民众了解到包含台湾在内 各国多元不同的茶文化 官长也补充 假日馆内还有摆摊事迹 以及配合适刻薄的舞台表演活动 十分适合大家来个悠闲一日茶文化小旅行 我们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是在去年的12月10号在刚开幕 是一个非常新的茶館 那在这里呢不仅可以了解 我们桃源桃竹苗 我们客家茶文化的一个发展历史 这边的茶廊也规划了六国茶室 让世界各地的文化 都能够汇萃到我们茶馆来 让大家知道外面的各国是如何来喝茶 那如果肚子饿了 也可以到我们的中餐厅西餐厅来用餐 在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这边还有高原市集 有很多的文创商品跟小农 来这边做摊饭喔 希望大家有时间 来台湾客家茶文化馆 来度过快乐的一天 世界客家博览会在8月11号开幕 除了两大特色主场馆 也连接桃源在地八个副场馆 希望能让大家看见客家族群的不同面貌 而台湾客家茶文化馆便希望透过策展 带民众认识北部客家庄的茶产业故事 追寻当年台湾跃升世界舞台的茶经时代 继续里面听台湾报道 购买通勤月票又有好康咯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推出了搭捷运去运动的月票 民众只要购买399元的通勤月票 就可以用900元加购林雅运动中心的健身月票 高雄市的林雅运动中心就位在高雄捷运 积极管站出口旁 搭捷运来林雅运动中心运动 可以说是相当的方便 因此市府交通局就和运发局合作 推出399通勤月票 加购900元健身月票 合计1299元 就能够低碳通勤健康生活一次满足 民众自9月15号开始到年底 只要购买我们399的通勤月票 凭直盆的月票收据 或者是Mango App的购买月票的页面 就可以以加价购来购买 原价是1250的林雅运动中心的健康月卡 那加价购的金额是900元 这样的一个优惠价相当于 每个月只要1299元 对 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楼下就是捷运站 所以很多来我们这边运动的 也都是会搭乘捷运或者是公车 然后甚至我们旁边还有Ubike 对 所以都算是一个交通 还蛮便利的一个运动场馆 林雅运动中心除了具有绝佳的交通地理位置之外 里面的健身空间更高达300平 而健身月票原价要1250元 如果已经购买399通勤月票的人 就可以用900元买到等于省了350元 反过来说用原价的健身月票 再加49元就可以享有市区通勤月票的通勤服务 这样就会这样就会 就是换个角度想应该就会 让大家知道我们捷运站 来这边有个运动中心 也不用怕说你运动完 然后又会很晚很累 回去路上又会很 路程会太久 然后就是借由捷运 就是直接把你送到家 步行本来就是我们 大家使用公共运输第一里 和最后里最重要的交通工具 那通勤族他在下班以后 就可以使用公共运输 来前往我们运动中心来活动筋骨 那假日也可以利用 我们的月票来做旅游 不过对于偶尔来领养运动中心健身 一次两个小时 只要100元的民众来说 就不见得有吸引力 除非一个月来健身 9次18个小时以上 同时也有搭捷运公车等通行需求的人 才会觉得划算 对 都是单次的 然后一个礼拜大概来个两三次而已 900元对我来说可能有点多 我可能用不到这么多 像上班是会骑机车 但是这边离家也没有很远 所以我想说当运动会骑脚车过来 经常搭轻轨跟捷运的不一定喜欢运动 不过你如果两个刚好 两个都喜欢的话 那这样活动当然是很好啦 买月票拿着加给我们这900块 是很划算的 你甚至要在这边一整天也没有关系 所以呢 使用高雄境内TPass通行月票的民众 那你想运动就不必担心 或烦恼交通的问题 除了使用捷运外 还可以搭乘四公车五十路五幅干线抵达 这项优惠方案等于是双向鼓励 让有通勤需求的人多去健身 或者是有在健身的人多搭公共运聚 将交通和运动做了创意又另类的结合 记者潘志光类昌邦高雄报道 再带你来看112年全国运动会的服装和奖座正式发表了 这一次服装是以缤纷的色彩展现出活泼与热情 而奖座的设计是由在地艺术家邓连怀老师创作 包含丽与美并增听了台南意向 哇 第一出手看到的是 谷都红回主色的服装人员服装 魁违16年台南市再度主办全国运动会 市府团队不仅全力整备竞赛场馆等硬体设施 更在大会的服装上也进行设计 希望透过台南的谷都红 人文质 美食局等等的这些色彩 那利用我们现在的高科技的方式 这些环保的这些布料 然后做了非常凉透的这样子的一个运动服装 讲座的部分邀请到台南在地雕塑家邓连怀设计 当中以黑面皮露跟湿木鱼等型帽 呈现台南特色 同时透过线条跟纹理融入运动的元素 至于全国运动会的精彩收益 是以初向的元素 还有它的语练 是用超越Post的语练来展现 另外赛事的logo以晶圆发响 结合台南的男子将科技结合运动 市府期盼透过艺术设计聚集 替全运会选手增加活力风采 大会贵宾伴手礼 也是由在地知名观光工厂所制作 要让全国感受到台南浮沉的魅力 即将说话来谈谈报道 开学了护眼护照检查做了吗 台北市卫生局呼吁家有博小学童的家长 趁着开学之际 要带孩子来预约专业视力检查 可以掌握孩子暑假后的视力状况 及远视储备量 还可以参加抽奖哦 根据卫福部国健署研究指出 幼儿园大班生小一 小一生小二 以及小六生七年级的暑假 是孩子发生近视的三大高峰 规律试检以及正确用眼 是儿童视力保健的维尔法则 而远视储备量也就是远视度数 是对抗近视的重要指标 建议国小低年级应有100度的远视度数 而中高年级则至少应有50度以上的远视度数 才能有效对抗近视的威胁 婴儿从出生开始 大部分的婴儿是远视 那在渐渐的成长和发育之后 眼球变长变大 就会形成正视眼 而如果是太早发生近视的话 造成高度近视的危险性就大增 因此我们会希望在低年级的小朋友 他有回期在100度的远视 那中高年级的小朋友 可以有50度的远视 这就是所谓的远视储备量 如此才有办法对抗近视的威胁 那最近在开学前有小朋友就回来 开学前的检查 那这是一个小岁 九岁的小朋友 他四月的时候 他的度数是平均是200度 到了八月中以后 他八月十几号来 开学前的检查 发现到说他的平均全面当然是250度 所以在这个四个月当中 他就增加了50度 那这样子看起来 平均一年可能会增加150度 因此他到了小学毕业中 会有到700度 高度近视的危险 根据卫生局111年分析 学童用眼行为资料 发现近距离用眼及户外活动少 是国小学童近视的关键原因 呼吁家长与小朋友 谨记护眼密码853240 发展出 安博3240 853240 可是其中里面呢 有两个是最重要的 一个就是近视近视 就是看得太近了 如果我们看近的时候 少于30 35公分呢 会有四成非能近视的可能 那如果户外的时间不够呢 是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 就会增加三成的这个近视的机会 因此呢 我们在探讨了一七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九名 二年级学生追踪两年之后 我们发现了这样的数据 所以呢 我们第一个是要帮忙孩子 不要看得太近 他之所以会东倒西歪 然后那个就是看得太近呢 很有可能是他的核心肌群训练不够 因此我们发展出爱眼的元气超 以及看力球的运动 就能够让孩子的这个 腰腹的力量能够增强 第二个最主要原因就是户外的时间不够 那我们发现说 他只要在户外多一个小时 就会减少两%近视的这个机会 真的很重要对不对 而且呢 我们到户外 他呢 爸爸能够减肥 妈妈能够补盖 孩子还能够展高以及护眼 是不是全家都很好的一个互动呢 为鼓励家长及孩子 善用护眼护照检查 自主管理视力健康 卫生局特别办理爱的鼓励 一起来 护眼护照检查抽奖活动 涉及或就读台北市国小学童 即日起持护眼护照或护眼卡 至165家合约医疗院所 完成专业视力检查 均可获得抽奖机会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接下来带您来高雄寿山动物园 看名叫小芋头的冠豪猪宝宝 满月咯 超萌的吃货模样 曝光相当讨喜 透过镜头 一起来瞧瞧 迷你的冠豪猪宝宝 依偎在他的妈妈身旁 模样相当可爱 这是寿山动物园 不久前出生的新生冠豪猪 因为它看起来 就像一颗芋头的样子 因此原方把它取名 为小芋头 转眼间它长大了 小芋头的爸妈 会将食物咬进水管内 让小芋头食用 小芋头也会学着爸妈的动作 享用食物 吃货模样 实在蒙翻 小朋友就是从小就喜欢动物 那看到逛豪猪的话 就觉得说 已经很久没有来这边 就是实际上看到这些动物了 平常只有在 电视上面才看得到这样 它现在跟着妈妈 还跟得蛮紧的 然后也还在吃奶 那爸爸也很会照顾它 那等于说他们这个家庭 非常的幸福 就是爸爸妈妈 照顾小孩子 照顾得很好 不过这只名将 小芋头的灌豪猪 有点害羞 保育员将食物放在一旁 小芋头的爸妈 以及其他比较大只的灌豪猪 纷纷跑出来 大方的吃东西 但是这只小芋头 是巧巧地探出头之后 咬了一块 就又转身躲起来了 那我们就试着 用放了一些食物 但是小芋头很聪明 他因为生性是比较害羞 那可能也还没有太多 接触陌生人的那种机会 那所以他刚刚就是出来 然后在门口把食物叼着 然后又进去洞口里面 去洞里面这边吃 灌豪猪吃东西的样子 也让人感到十分疗愈 有趣的是灌豪猪最爱玉米 香蕉和地瓜 还会将不喜欢的红萝卜 摆在一旁慢点再吃 那其实我们豪猪 他们还是会有些挑食 其实像有些豪猪 他们就可能对红萝卜 他比较不喜欢 他就摆到比较后面才吃 那其他的可能像是玉米 然后像是苹果等等的食物 他们比较喜欢吃的话 他们就又先把它吃完 因为灌豪猪身上有刺 有人或许会以为它是刺猬 那可就错了 你还在灌豪猪 与刺猬傻傻分不清楚吗 两者之间的外形就有一些差异 像是灌豪猪与刺猬的刺分布不太一样 长短也不同 甚至体型的大小也都不一样 灌豪猪的体长大约60公分 但刺猬体型只有手长大 灌豪猪它的刺 是分布在它的后背到它的尾巴 它比较长 那其实像我们的刺猬 它其实很小只 它就算长到成年 它其实就像是我们一个手长这么大 灌豪猪白天喜欢躲在水管底下 用餐时才会出现 虽然名字里有猪 但分类学上和老鼠比较接近 属于镊齿木成员 因为身上有刺 保育员一开始也有些担忧 索性建立情感之后 已经取得它们的信赖 记者正光佩装书庭高雄报道 同样是猪 要带你来看基隆的山猪 基隆的绿竹笋非常好吃 常常吸引山猪 还有山腔来大块朵移 让部分的农友大失血 因此多年来 农友们就争取装设电网 终于在今年八月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补助下 全数完成 终于不用请猎人来帮忙抓山猪了 这就是电网 在欺读马东里笋农 李文良带领下 市议员张耿辉等人穿过竹林 映入眼簾的是由三条 类似粗铁丝搭乘通上电流的电网 笋农也特地拿着设备 测试已经通电的电网 给张耿辉了解 也请他注意不要摸到 避免触电 2.0 李文良表示 电网架设好之后 确实没有再传出有山猪 或是山腔进来吃绿竹笋 终于不用再请猎人帮忙 也感谢政府和笋农共同分担 补助经费装设电网 已经按两个礼拜 按照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山腔跟山猪都没有进来 都没有进来 不像以前 他每天都会进来 每天都会进来 都会损害我们的竹笋 这两个礼拜我们的观察 目前是都没有 效果算起来是不错的 目前是我们这一批 是第一批一次 第一批一次我们申请人比较少 所以说政府补助的金额比较高 政府是补助三分 四分之三 我们四分之一而已 所以说现在的补助 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划算 非常的划算 不然你一次安装下来 像我400米的话 要差不多15万 要差不多15万 这样的话 我们只出了差不多2万多块 身兼基隆市休闲农业协会理事长的市议员 张耿慧也表示 如果装上电网可以有效遏止山猪以及山腔抢食 或是破坏农作物 电网的电流也不至于伤到野生动物 那么政府就应该协助农友们装好电网 避免农友和野生动物发生冲突 前里长理我们两者系数的 电网装下去以后就减少这些山猪山家过来信念 那也会减少一些农作物的损害 那我想可能会在这边呼吁 若是说电网它有装下去 已经有基本的嚇阻作用的话 我想在政府中央方面的话 应该多多给我们金融市的这些 尤其外县市也这样的农民 都会给补助 那以免农作物的所害 损农李文良指出 目前他的绿竹损农地里面 先装设大约400公尺长的电网 一段时间后如果成效不错 再来评估是否继续加装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北市三峡国校在暑假期间 新增了一处艺术空间 种植了一株印度黄潭 近期校方特别进行造极美化 在保护老树的同时 也提升校内的景观 激发学生的艺术细胞 三峡国小校内 种植了一株印度黄潭 在暑假期间 校方针对树木作造环境 进行美化工程 三峡国小校长陈又然表示 这株印度黄潭是 校内最高大的一棵树 过去配合校内的工程作业 有一段时间树干本体被填土掩埋 直到近期校方认真考虑开挖 恢复树木原本的生长环境 整个景观工程重塑校园的景色 同时也解决了土堆移除后 高低落差带来的安全性问题 当初我们基本上要做这个飞运之秋之前 其实在整个学校的环境上面 其实我们都有做一些考量 那为什么会先做这个部分 就是因为说 第一个是为了环境的保护 因为这棵树 印度黄潭在这个学校里面 其实是最高大的一棵树 可是它在过去的修剪上面 还有我们盖新校舍的过程里面 对它有做了一些掩盖 那其实对一棵老树的生长 并不是一个很合理的现象 所以在那个时候 我们就要考虑说 想要把它挖开 让它可以真正再回到 它原本应该要呼吸的条件 那第二个部分是 当挖开的时候 会牵涉到学生的安全的维护 所以在设计上面就会考量 那我要用什么样的方式 挖开了之后 不会有一个很大的高差 让孩子产生危险的问题 那再来就是 艺术美感的体验 陈又兰表示 学校希望培养同学们 对于艺术及美学的敏锐度 这次的环境工程设计 走来的艺术领域的专家 希望结合三峡淵山地区的意象 打造拥有地方元素的造型装置 完工之后 此处也成为同学们下课时间 经常活动的区域 因为在这个 不管是任何的学校里面 我们都希望说 孩子能够在生活中 藉由对于美的事物的接触 而开展它不一样的 对于学校不同艺术的欣赏 那我们学校里面 其实大部分的教学 都会牵涉到比如说绘画 劳作 可是对于比较专业的一些 艺术的设置的话 他其实接触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才会想说去考量 结合渊山的这个概念 学校就在渊山旁边 结合渊山的概念 渊就是老鹰 而我们三峡来讲 我们希望每个孩子 就像一个老鹰一样 能够翱翔在属于他自己的天空 有自己可以发展的领域 所以在这样的思考之下 在找一些艺术家来讨论之后 校方表示本次飞渊之秋的落成 还给老树正常的生长环境 也将校园的景观进行重塑 教育同学们反思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存关系 以及强化学校与地方的连结 期盼在这片的土地的滋润之下 同学们能够如飞渊一般 在过不久就是中秋及双十连造 高雄旅宿业的定房率平均突破七成 业者很肯定是否上半年推出的精彩活动 除了带来观光人潮外 也让地方的旅宿业者给予高度的肯定与支持 高雄在上半年精彩活动不断 暑假系列活动也为高雄带来不少人潮 光是上半年住宿人数就高达了大约有390万人 达到疫情前8成5的水准 外籍旅客相较于去年更成长了80% 让地方的旅宿业者是给予支持与肯定 其实高雄目前来讲今年的活动特别的多 那每一次如果有高雄举办一些大型的演唱盛事的话 事实上住房率都相当的好 有有有有有 其实我们非常感谢高雄市政府观光局办活动 这是带动人的经济 人的经济会来这边消费观光会住下来 这个对我们观光产业都是一大的助力 接下来连续两个廉价高雄订房状况也是相当可观 再加上各式精彩活动即将登场 观光局指出目前中秋双十廉价的订房率已经超过7成 而且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中 随着中秋双十廉价即将到来 像是这么漂亮的热门房型以及家庭房 更是早在一个月前就被全部订光 不只是热门房型早早就被订光 在高雄整体的订房率也都是相当高 有酒店高达8成至9成之间 也有饭店高达7成5到8成的好成绩 可以看到高雄观光的人气实在不小 目前按照我们的中秋双十的状况的话 依照这个热络的程度 我们上看住房率会到达8成至9成之间 我这边是比较靠博二 因为博二这边都有活动 所以这边蛮多人的 我这边大概是7成5到8成 根据高雄市旅馆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指出 整体高雄的订房率大约也有6到7成之间 中秋年假跟国庆年假 其实靠山区跟海边的旅馆 会比较早满 四区的观光率会比较早满 那整体上 一般的旅馆现在是6到7成之间 高雄的热气球活动也安排在 接下来的中秋以及双十年假期间 届时势必会吸引一波观光人潮 记者苏焕军庄书亭高雄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 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下期 我们下期 请不吝点赞 设限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基上核的 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拥持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简单